海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节乔社新闻 我是胡欣平 中华民国一百年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 在洛杉矶各个社团联合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的台湾之宴 最近也召开了筹备的餐会 由于活动将会透过不同时代的歌舞表演 来展现出中华民国百年的历史全貌 而且全部都是由洛杉矶的乔胞集资募款筹备 演员也是全部的免费登台演出 展现出海外的华侨爱国情操 建国百年迈入倒数阶段 让好久不见的旅美艺人也难得搬聚一堂 包括同文仲 影帝王冠雄 国宝琪相声大师吴赵南 艺人之家牧师 方正等都为重量级艺人 都亲自出席这场由洛杉矶各侨团所举办的南加州 台湾之夜筹备餐会 现场超过一百人 气氛是热闹极乐 筹备会共同主席蒋天舵说 台湾之夜当天演出前的一个小时 还会有一场庆祝茶会活动 这个茶会就是所有的贵宾跟艺人都会参加 所以我想在这边特别要感谢的是从台湾来的所有的艺人 他们很主动的 而且都是免费的来参加这一次我们的迅速活动 而驻洛杉矶办事处副处长刘克玉至此时也特别表示 这次台湾之夜特别号召三十多位常年旅居海外的爱国艺人 他们不仅是大家年轻成长共同回忆 也陪着中华民国一起成长 也就是说台湾之夜的所有活动将按照时代分为五个阶段 以二十年为一个阶段 透过当时历史背景的歌舞戏曲展现不同时期中华民国的面貌 明年元月八号的中华民国精彩百年台湾之夜晚会活动 包括洛杉矶中外政界贵宾 社区侨领与一人将一同出席 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做下历史见证 台湾关键是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不到